律法本是借著摩西傳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 歡迎收看今天的恩典真理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大家知道嗎 我們的神是守約師慈愛的神 祂永遠不會背棄祂的約定 而神跟人之間總共有八個約定 你想知道哪八個約定嗎 你可以去搜尋我們其他的視頻 我今天要講的是其中的一個約定 大衛之約 讓我們看第一頁 大衛之約的應許 神應許大衛要為他建立永遠的家世 初出是善母爾記下七章十一十二節或十六節 你知道嗎 可是問題是人類有限啊 大衛是人會死 他的兒子所謂們不分應驗了也會死 哪一位是永恆的呢 這個應許完全應驗在基督的身上 你知道耶穌是大衛的後裔嘛 大衛的子孫 那些人就說 大衛的子孫大衛子孫可憐可憐我 耶穌就是由大家的大衛的子孫 耶穌道成肉身以前 天使就對瑪利亞提起神對大衛的應許 好我們看下一頁 你要懷孕生子可以給他起名叫耶穌 他要為大稱為至高者的兒子 主神要把他主大衛的位給他 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遠 他的國也沒有窮盡 你會發現一件事 大衛的時代是在耶穌之前大概一千年的時間 那個時候一千年前就已經預言了有一個孩子要生出來 如果你有機會去看我們其他的視頻你會看到 在亞當之約裡面就已經提到 他是 他是女人的後裔 你跟我都是男人女人的後裔 我們當中每一個人都是爸爸跟媽媽生的 無論你知不知道你爸爸媽媽是誰 但是 只有一個人是純女人的後裔 就是耶穌基督 OK好 這位神降生道成肉身成為完全的人還有完全的神 成為至高者的兒子 主神要把他主大衛的位給他 他主大衛你看就是預言的那個一千年前應許的東西 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遠 他的國也沒有窮盡 你知道怎樣可以直到永遠 就是這個王死過了又復活了 永遠不再死了 你知道嗎 幾千年前應許你不覺得這個很感人很浪漫嗎 幾千年前就講好美麗的約定 我們再看下一頁 大衛之約的應許 耶穌第一次到神肉身是為罪人受苦 祂並沒有做王 但神應許祂要做王直到永遠 祂的國也沒有窮盡 這應許何時才能夠應驗呢 這要到屬再來的時候才能完全應驗 祂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祂的國存到永遠遠 你看我們出處提摩太前書6章15節 啟示如17章14節 還有19章16節 各位弟兄姐妹 當你在讀舊約的時候 你要看到舊約其實就是一直在預告預告預告 有一位弥赛亞要來 祂是十字架上面的主 祂是在十字架上面死的 有為我們三天後復活的那位主 所有的約都指向最美好的新約 所有所有的預言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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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說的話 都指向那個唯一的答案 耶穌基督 所以我鼓勵你 我們不只看新約 我們也看舊約 而在這裡面看到耶穌基督 你要看見上帝的大能成就在你生命當中 讓我為你祷告 親愛的耶穌我祝福我們這裡每一位弟兄姐妹 主要當我們讀聖經的時候 無論讀哪個地方 聖經就是神的話 聖經就是耶穌基督彰顯出來的 就是上帝所釋放出來的話語 而那一切的話語會讓我們更新得利 我們真的聽說很多人甚至讀家補都可以有聖靈的感動 主要祝你祝福我們這裡每一位弟兄姐妹清清楚楚的知道 上帝的話大有權柄大有能力 而且永不改變 他說他要祝福你他就要祝福你 他說他永遠不會再定你的罪 他就永遠不會再定你的罪 他說他不會再把那一切的災害加在你身上 他就不會加這一切在你身上 他乃是要白白的賜福你 因為你介紹了耶穌基督做救主跟生命的主 神透過耶穌看你是完美的 你是可愛的你是寶貝的 祝福你經歷更多更多更多耶穌基督的祝福 更多認識耶穌基督並他丁十日假 奉耶穌名祷告阿們